2018年6月的一天 在一档电视台播出的毕业歌会上 一对母女共同演唱了一首歌曲 名字叫《妈妈对女儿说》 舞台上的妈妈身穿黑色的长裙 气场非常强大 女儿样貌甜美 歌声动人 俘虏了无数观众的心 这对唱歌的母女呢 女儿的名字叫张可莹 她多才多艺 2018年获得了音乐先锋吧 最受欢迎跨界艺人奖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同时也恰逢新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这位张可莹的妈妈 绝对是一代电视观众心中的完美女人 占据着人们心中非常重要的位置 她的名字叫张凯莉 大家更习惯叫她在电视连续剧 《渴望》当中的名字 刘慧 有过多少往事 方不就在昨天 有过多少朋友 方不还在身边 也藏心已沉沉 相逢是苦是甜 如今居被逐远 好人是平安 1990年7月 一部名叫《渴望》的50集电视连续剧 在北京电视台首播 该剧讲述了善良的刘慧芳 养育了一个捡来的孩子小芳 为了小芳 刘慧芳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放弃了自己的婚姻 甚至放弃照顾自己的亲生儿子 最后还受到小芳亲生母亲的百般刁难 面对生活的困苦 刘慧芳选择隐忍 她寒心如苦地把小芳抚养成人 治好她的病 最后还宽容大度地 把小芳还给亲生父母 刘慧芳的善良感动了亿万观众 也让这部电视剧 在上世纪90年代轰动一时 据统计 《渴望》在北京首播的收视率 高达92.8% 后来 《渴望》在全国各电视台重播的时候 有的地方应观众要求 一天播出七八集 如今 90后一代的年轻人 已经很难想象 当年渴望热播时的盛况空前 不管是《环珠格格》的宏击一时 还是《甄嬛传》的反复重播 都不及当年渴望播出时 那万人空向的轰动场面 渴望热播时的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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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出名的那种感觉 就是睡一宿觉 第二天 所有的人都认识你了 那种感觉就是很幸福的 但是幸福几天之后 就开始痛苦了 因为确实太多太多的人 找到你来 人家有把那个 被遗弃的孩子 这个别人捡到了 就送到我这来 上不了户口的找我 什么家里吵架的找我 哎呀我的天哪 每天收到一麻袋的信 她曾当过运动员 还当过解说员 叶乔波是我的同伴啊 一个铺上住啊 两次偶遇 一碗面条 改变了她的命运 冥冥之中是我的姥姥 成全了我 也成全了慧芳 你这也太死了你 渴望背后的故事 记忆正在揭秘 通过这部剧 人们记住了 温柔善良的刘慧芳 自私狭隘的王护生 老实憨厚的宋大成 然而您或许 想象不到的是 这部称得上 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 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筹备的时候 却十分的仓谱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的电视机拥有量 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 中国人已经摆脱了几十个人 在院子里围在一台电视机前的历史 电视机开始越来越多的 摆在每家每户的客厅里 随着电视观众的增长 中国人对电视剧的渴望 也在与日俱增 到了八十年代末 这种供需矛盾 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作为北京电视台专属电视剧制作机构 如果不在一年之内赶紧拍出一部 五十集的电视剧 那第二年 北京电视台的电视剧 就真的是五米下锅了 在这种情况下 1989年初 时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任的郑小龙 接下了这个紧急任务 他召集了编辑李小明 作家王硕 十月杂志副主编郑万龙等人 到北京寄门饭店聚一聚 大家一起出出主意 大家在那你一句我一句 就说 拍老爷们谁要看呢 还是拍女孩 大家好看 那张脸好看吧 而且要拍一个善良的女孩 她一个就是能够把我们认为 女人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她身上 然后大家要看 每一个长得好看 赏心悦目 然后浑身都是全都是优点 但是呢 她又逆经磨呢 就这样 剧中的女主角刘慧芳诞生了 编剧李小明 向大家的意见汇总 写出了一个七万字的故事大纲 起名叫做《可望十六年》 郑小龙随即给正在外地拍戏的导演 卢小薇拨打电话 让她赶紧完成手中的工作 回北京拍摄《可望》 当卢小薇回来 拿着这七万字大纲时 距离开拍已经不到三个月时间 刘慧芳这个角色 导演最初想找的 是后来因情满珠江一角成名的演员左林 因为她温婉娴熟的形象和刘慧芳很契合 但是不巧的是 当时左林没有荡期 后来陆陆续续有很多女演员来试过刘慧芳这个角色 其中不乏知名的演员 但是都没有让卢小薇特别满意的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场景呢也基本上都搭好了 拍摄的团队也已经组建完成 但是女主角刘慧芳到底在哪呢 在剧里渴望拍摄还有五天的时候 导演卢小薇呢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她就是贾雨兰 于是呢 卢小薇来到了煤矿文工团去找她 但不巧的是 贾雨兰出国了 卢小薇失望至极 准备打道回府 突然她在下楼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人 卢小薇碰到的这个人就是张凯丽 张凯丽1962年出生于吉林长春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青少年时期 张凯丽曾当过速滑运动员 是著名运动员叶乔波的队友 叶乔波是我的同伴啊 当年就看出来她不得了 因为她太能吃苦了 我们当时是长春是业余体校速滑队的 我们在一起一个铺上住啊 我们关系非常好 那我当年在十几岁二十左右 我还经常听人说 哎呀这孩子就像林黛玉一样的 见月流泪 比如说秋天呢 我走在这个撒满黄叶的这个树下 我都会觉得是心里边会有很多很多感动的东西 特别是对人生 对生死这些东西 好像特别幼稚想着 对 很单纯 然后也很想不开 我总想哎呀这么好的世界 大家这么好 为什么好朋友哪个哪个会没了 对 然后就总是会想不通 这张照片是在哪儿啊 参加总政的慧眼 我在唱解说颜值歌 我们是当地 解说战事 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 还记得啊 就记两句 那年代就是军博到长春去招生 招三十个 然后我就想搞艺术就回去金艺术学院上学了 上学之后呢我还是想回北京 因为你已经见识了嘛 你觉得北京大是吧 有你的舞台 我就再回来 第一个时候我就到煤矿去考去了 煤矿总政空政什么都考了 我觉得我运气还是好吧 咱们比较面善 真的这个挺重要的 就是谁见了 都挺喜欢这个孩子的 这挺重要的 当时27岁的张凯丽 是煤矿文工团一名普通的话剧演员 尽管之前曾拍过《八女头江》 和《某男某女》两部电影 但是并没有什么名气 卢小薇觉得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但是当张凯丽得知卢小薇的来意后 竟然一口就回绝了她 当时我们团里要演话剧 让我当主角 然后我又想50级的戏 哎呦我天哪 是吧 也不知道她能出来呀 觉得她太冗长了 就没意思 也不是很想去 团里也不想放 那天 卢小薇和赵宝刚 在煤矿文工团转了半天 也没有什么收获 临走时 可巧在楼梯口 又碰到了张凯丽 到中午了 也没吃饭 一点多钟了 我说导演 我说要不你就在这吃吧 我也没什么好呢 就给你煮碗面条 她说哎呀 这就是慧芳 她说这就是慧芳在说话 可是这不是我在说话 是我的姥姥 我真的觉得冥冥之中 是我的姥姥 成全了我 也成全了慧芳 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 但是在我心中 她就是最伟大的中国人 老罗善良到什么程度 来要饭到家里来 她把最后一点吃的给人家 结果她自己怎么办呢 她就就着凉水 吃咸菜 她总说别人帮咱们一点 咱一定要还这个情 所以当我跟导演说 你在这吃吧时候 真的就是 我觉得是姥姥 种在我心里的那种东西 在这一刻 好像突然间散发出来了 后来我演了慧芳 一夜之间 全国人都认识我了 哎呀那种幸福 那种激动 真的是没法演表 妈大成哥来了 从配角演到主角 她凭借这个角色 一举成名 李雪剑最终决定出演宋大成 就是为了报恩 答应我吧 会吧 我会让你幸福的 迎屏障稳住内向 生活中却颇为豪爽 从贤惠的妻子 到泼辣的妈妈 观众如何评价她的转型 哪来哪去 不然的话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渴望背后的故事 记忆正在揭秘 原本爽朗的东北姑娘 一下子就变成了 内敛贤惠的北京姑娘 一个活脱脱的刘慧芳 被张凯丽演绎的是 入目三分 在电视连续剧 渴望热播之后 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说娶妻当娶刘慧芳 嫁人要嫁宋大成 可见观众对刘慧芳 和宋大成的喜爱 李雪剑和张凯丽不同 在拍摄《渴望》之前 李雪剑就已经是 空正话剧团的台著 那个时候 他早已经得过梅花奖 也出演过一些影视剧 李雪剑最终决定 出演宋大成 当时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报恩 1977年 23岁的李雪剑 在北京面临一个 艰难的抉择 他是从云南部队的 业余宣传队 借调到二跑文工团 给话剧《千秋大夜》跑龙套 但可惜 这个话剧最终搁浅了 李雪剑面临被 调回云南的命运 好不容易来了北京 全家人都以他为荣 李雪剑想 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回去 正在这时 《千秋大夜》的导演 也就是渴望导演 吴小薇的父亲 给李雪剑写了一封推荐信 推荐他去了空正话剧团 李雪剑的命运 就这样被改变了 宋大成这个人物 是个老实芭蕉的普通工人 而且戏份比较少 当导演卢小薇找到李雪剑 希望他来演宋大成的时候 李雪剑本不太喜欢 剧中这个人物 因为他此前在话剧舞台上 都是演英雄的 但出于报恩的心理 李雪剑爽快地 接下了宋大成这个角色 没想到 后来李雪剑把宋大成 从配角演到了主角 也凭借这个角色 一举成名 反正是能够和你多待一会儿 爸爸 我这心里都就觉得挺那个的 答应我吧 惠芳 我会让你幸福的 我还会像亲哥哥一样的疼你 相对于寻找刘惠芳的坎坷 刘惠芳的母亲刘大妈的寻找 那真是搂草打兔子碰巧了 你找谁 请问刘惠芳师傅是住在这儿吧 你是 我叫王滬生 我是 要说起找韩颖来演刘大妈 还是要从找他的女婿王滬生说起 剧中的王滬生是一个 出生于上海的知识分子 其实王滬生这个角色 导演最早属意的是当时空正话剧团的演员 胡存心 只可惜 胡存心那时没有荡期 于是 卢小薇找到自己的好友 实验话剧团的办公室主任孙庆荣 请他来介绍一个演员 没想到 孙主任对卢导演说 我有一个儿子叫孙松 也是学表演的 要不您看看他怎么样 胡小薇就到我们家去 说找孙松 说看看孙松长什么样的 就到我们家去了 一进我们家门 我妈从那个屋里一聊聊 卢导演来了 这不是就是戏里那刘的妈吗 演酒散 这太像了 这这么把我妈给定了 原来 卢小薇一进门 韩颖就热情地招待她 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举手投足间透露着 北京大妈的热情干练 于是卢小薇诚意邀请韩颖 出演刘大妈 还答应韩颖 如果她肯出演 就烧上她儿子孙松 眼门护生 韩颖为了支持儿子的事业 也就答应了下来 为了进一步考察孙松的情况 有一天下雨 卢小薇特意约孙松见面 我说你什么时候能来 我说现在就能来 孙松你来吧 我就穿一个雨衣 骑一个跑车 骑过天安门 到军事博物馆 从北京站那块 骑到军事博物馆 到那以后 我一见到 我几乎全湿透了 那雨太大了 全湿透了 然后卢小薇说 孙松你知我为什么定你吗 我就看你的第一眼 我就定你 听真诚的 而且挺守信誉的 卢小薇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把演员都给找齐了 包括在这个剧中 出演王滬生父亲的 蓝天眼老师 出演司机的傅彪 出演刘国强朋友的 梁冠华等等 1989年的7月 渴望正式开拍 经过了十个多月的拍摄 和两个多月的剪辑 五十集的电视连续剧 渴望 终于在1990年的年底 如期播出了 他将故事当中的人物命运 有机地融入到了 社会的时代背景当中 加上演员的出色表演 成为了当年最火爆的电视剧 当时只要家里有电视机 人们几乎每天晚上到点 就会准时收看这部电视剧 在整个剧集播出期间 就连全国的犯罪率 都下降了30% 为此公安部门专门 给剧组颁发了一个 维持社会治安最佳奖 你把孩子里扔了 这怎么能叫扔呢 只是一种转移 你想 医院是置评救人的地方 怎么也不能把孩子 扔到大门外去吧 你说 你把孩子放哪儿了 就放在那观察室那床上 慧芳 你干嘛去啊 渴望既赢得了专家的奖杯 也赢得了观众的口碑 最终囊括了1990年 中国电视精英奖 1991年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几乎所有相关大奖 刘慧芳这个名字 感动了千千万万的电视观众 她的命运也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在渴望中 张凯丽饰演的刘慧芳 忍辱负重 稳重内向 但其实生活中的张凯丽 性格与剧中角色完全不同 在没出名的时候 我经常会路见不平 就跟人家怎么着 我是性格很多面的 但是归根结底 就是内心的很多东西 跟慧芳是非常一致的 传统 善良 绝对善良 但是其他的性格方面 还是很多侧面 那就跟慧芳太不一样了 我外号叫大侠呀 真的呀 因为渴望爆红之后 张凯丽身价大涨 但是她依然形势低调 因此还遇见了一件 让她特别哭笑不得的事情 那会儿我还挺值钱的时候 然后那个导演就找到我 就跟我说凯丽 我们特别想请你 然后吧 这个知道你现在价钱也挺高的 但我们真的没有钱 能不能就是怎么样 我说没事 我说你要真没钱吧 你就说多少就是多少 我相信你也不会亏待我 结果到戏快完了的时候 她把我找过去 她说凯丽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给你这个数 她就在一张白纸上写 2.6万 2万6 这个我倒是知道 我当时那个傻就是上来了 我就说 哎呀导演 你看你说的那么困难 我还心想给2万也就行了 她比我还10万 她说那好 那就2万吧 哎呀我当时 啊这6千就没了 到最后她真的就给了我2万 我憋了10年才敢说 我原来都不敢说这个话 那时的张凯丽 因为渴望叶成名 但在荣誉的背后 她也倍感压力 但是我确实是 惠芳给我很大的压力 因为一下子到了那样的一个 巅峰的状态 对吧 然后后边的路怎么走 也是挺难的 就是观众朋友碰到你说 凯丽 你又演什么戏了 啊你怎么 这个渴望之后 哎呀我们 觉得你哪个角色都好像都 没有给我们那么深的印象 这种时候我就很难受 因为我总想对得起他们 对吧 人家对你那么好 你总要拿出点什么东西 来回报他们 但我觉得我没有做好 我很纠结 这回我是正经紧的 给孩子找一个归宿 对吧 角色扮演特别成功 她却为何并不开心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看来你生活中也这样 出去吧 与心仪的女孩初次见面 她因何非要撒谎 其实我演那宋娜长的 忽悠一下 参加真人秀 翻唱流行歌 她如何越活越年轻 渴望背后的故事 记忆正在揭秘 1995年张凯丽结识了经营房地产生意的张建权 之后呢 她追随着自己的爱情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继而离开了北京 去深圳生活 1997年张凯丽的女儿张可颖出生了 体贴的丈夫 活泼可爱的女儿 让张凯丽充分地体验到了家庭生活的温馨 所以呢观众一度很少看见她出现在大众面前 1990年27岁的孙松因为在电视连续剧《渴望》当中饰演王滬生而变得家喻户晓 但就在她享受成功喜悦的同时 各种各样负面的消息和影响也随之而来 当时啊 甚至有很多单纯的观众 把生活当中的孙松 也活生生地当成了电视剧当中的那个自私自利的王滬生 渴望我觉得是一个被动的成名 当时也没想到渴望能成名 当时就觉得渴望这玩意儿 不是这玩意儿时间长有饭吃吗 那时候观众刚有家家刚有电视机 14寸的 9寸的还有 那谁家看了你都恨死了 就说他认为你孙松就是王滬生 王滬生就是孙松 孙松在演完王滬生后一度在很多场合 都难以避免被观众打骂 跟我妈妈做软卧出去去搞一个活动 后来突然间有趴一开门 有一个警员跟我敬一礼 请您到隔壁去一下 我就去了 进去以后是一老太太 长得挺慈善的 完了以后见着我以后就跟我讲 说你怎么知道 不停 不停 就是说我的一切的罪状 我受不了了 我说你看你这个 他跟我说说我就进去了 我说你这个 我说你慢慢说你慢慢说 我说你这个什么刘慧芳都没都那什么都献血了 你也不给他钱 我说我是高贷子弟 我哪是他没钱呀 我说你看过那剧本他找我要过钱吗 没有啊 他说你这个怎么这样呢 看来你生活中也这样 出去吧 就给我弄出去了 但是这个过程中一直在 就是这腿就这样 哎呀你啊 这样你知道吧 当然也不是很疼啊 当时那个时候 骂我的反正有的是 但是求爱的也有 也不是没有 好奇怪啊 为什么会有 后来我从北京台还拿回这么 这么一包子 有半麻袋那么信呢 我拆过一些 里边也有求爱的 还有寄照片的 而且那个时候记者特别希望我找对象 你知道吧 就是说你看生活中的孙松终于跟 后来我就跟记者说 我我就我就不找 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 我说你要一找的话 两篇文章你就写出来了 就是生活中的王胡生 终于找出一个他心爱的人 刘慧芳 难道过两天我一离婚呢 你看孙松的本来面目 其实就是王胡生 所以没法弄这事 就是在北京场 我正在组里头准备要上一个戏 小猴来北京分道空中话一团 他就想他有一个戏约他 他到北影演员 北影招待所去找导演去 他就一聊聊 我看 这女孩挺像我心目中的那个 那什么的 反正我就跟他说嘛 我就说你看有什么机会 咱们那个什么多合作什么的 多联系 多联系 我帮你找着戏 他说 我说你看个渴望吗 他就说没看全 太好了 你也没看过咱们 你看我 你从眼神里看出来 你不认识我 我说其实我眼那宋大成的 忽悠一下吧 要不然人家 他回来他妈 他爸一打电话 说王胡生 他爸他爸不同意 因为我也不是特别能招女孩 写的那种 而且也不是特别能在女孩面前 去表现自己的那种 我不太行 我挺笨的 所以我就跟他 我就一直就没换 被王胡生后遇症困扰多时的孙松 在事业上升期依然选择激流勇退 但经过长时间冷静思考后 1993年 孙松开始有意接拍不同类型的作品 如齐王和他的儿子 历史的天空 生存之迷宫等 并全身心投入演绎了数个反差巨大的角色 来努力让自己摆脱王胡生的影子 什么契机让他又回到了北京 那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从贤惠的妻子到泼辣的妈妈 观众如何评价他的转型 哪来哪去 不然的话可别怪我对你们客气 参加真人秀翻唱流行歌 他如何越活越年轻 渴望背后的故事记忆正在揭秘 渴望的播出真的可以说得上是盛况空前 当时举国皆爱刘慧芳 举国皆骂王胡生 万众皆叹宋大成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刘慧芳就不应该嫁给王胡生 那应该嫁给谁呢 当然是宋大成了 宋大成成了大家心目当中 标准的好丈夫好女婿的人选 而宋大成的扮演者林雪剑 也因为一部渴望 而红透了半边天 如果要探究渴望 为什么会这么红 我想正像他这个剧的剧名 它蕴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蕴含了人们对爱情 友情亲情的渴望 渴望在热播过去之后 张凯丽沉寂了几年 1998年 因为一个契机 她又重新回到了北京 1999年春晚上凯丽 和严顺开等人出演了小品 爱富如爱子 广受好评 这也意味着凯丽在演艺事业的 再一次回归 张凯丽的感情生活很低调 但是在工作上却越来越高调 她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事儿妈 在中国家庭 裸婚时代 新恋爱时代 咱们结婚吧 等热播电视剧中 扮演了众多性格鲜明的极品妈妈形象 让观众认识了一个全新风格的张凯丽 从温柔贤惠的刘慧芳到破辣的妈妈 对于凯丽的这一转型 观众褒贬不一 但是绝大部分观众 对于渴望中刘慧芳这个角色 还是念念不忘 大家会给你定位嘛 就是觉得你只能演这一类的角色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自己也挺拒绝演其他的角色 因为观众是不接受的 他就说你演个别 就是好像破坏了他心中那种感觉 我记得我曾经穿得很漂亮的演出 在现场下来之后 真的有观众就拽着我 你怎么穿成这样 我说你怎么骗了 你原来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你说那么善良的一下子你这样 这几年观众们经常能在电视上 看到张凯丽的身影 她大胆参加真人秀节目 让大家看到了她毫不做作的真心情 当时必须说出来 现在都是单身 你要跟谁私奔 来对着镜头会心微笑 笑不出来了 这年轻的时候还行 现在是没法看 多美啊 张凯丽一直很喜欢唱歌 能驾驭不同类型的曲目 不时会在综艺节目中秀一把歌喉 让观众惊喜不已 好了给我的那些东西 然后我演了惠芳 大家又把我当成惠芳 我内心又跟她有那么像的东西 这么多年了 大家对我这么好 就是我心里始终都装了满满的那种 那种爱和感情 就已经在这儿了 所以人家对我一点好 我一下子就不行 所以就特别特别的累 是的 我就不应该演惠芳 可能是 因为她把我这些东西又放大了 所以我始终是像 心像过山车一样 我心里总是有那么多那么多东西 然后你碰到人都对你那么好 不演惠芳就没老公了 人家就奔着惠芳去的 我觉得他们俩胆都挺大的 他老公真的是奔着惠芳去的 然后他对老公是一见钟情 所以后面这二十年的经营 一般来说 我觉得他这个婚姻风险是挺大的 当然了 回报也很高 还有就是 他的婆婆 是一直跟着他 这二十多年生活在一起的 然后始终是在一起的 因为他老公的理念就是 我在哪儿子在哪儿 我妈就要在哪儿 这就是我的家 但是你说儿媳妇跟婆婆之间 怎么说 她也不是亲生的母女 就是你亲生的母女 可能还会有矛盾 但是这么多年都大家在一起 都那么和善 那么友好 那么幸福地在一起 我觉得儿媳妇的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是 婆婆是你的本事吗 是 听了卡拉OK他就唱 游游岁月 对你看他唱的全部在调上 还是什么 但是你就心里就特别的感动 游游岁月 雨水当年好困惑 一针一花难去说 悲欢烈何都曾经有过 这样执着 这样执着 究竟为什么 没什么 漫漫人笑路 剩下求 如心中 渴望 真诚的生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